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o 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白色恐怖网页体验游戏 我相信大家对白色恐怖应该 老实讲不陌生啦 想象中你可能看过返校 你可能在你的印象中 白色恐怖是一群很可怜的受难者 被关起来然后就消失的故事 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想问的是 消失了然后呢 大家想象中那群消失的受难者 去了哪里 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 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 因为那就像是跳进一个 爱丽丝的那个洞里面一样 它有一个国家精心设计 去操控人心 去引导你说出你所知道的事情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机制 那我们认为说 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应该大部分人不想听 太沉重了 那我们把它做成游戏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来的一个目的 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一款游戏叫做新生 这款桌游呢 它主要是带大家去走一趟 白色恐怖受难者被抓了以后 所经历的事情 举例来说你可能会遇到行球 比如灌辣椒水啊 或者是熬夜的审问 你有可能会发现你的育友呢 其实根本不是育 它是特务装进来的 但反过来说 你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 联合其他人呢 一起逃育 一起做行动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游戏的一个机制 我们希望带大家去体验这个过程 你是主动的 你可以在旁边当好人 你可以为了生存出卖其他人 没有问题 你甚至可以跟大家联合起来去逃育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游戏 欢迎大家 我们有带那个试玩 待会呢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体验 但我们也发现说 这款桌游呢 是跟国家人群馆合作的 就是有流通 跟在三十几所学校去做展示 但它毕竟是纸上游戏 我们发现纸上游戏的传播 其实是很有限的 这个故事是有机会让大家去体验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来 然后呢 想让它变成一个五分钟左右的一个网页体验游戏 让它能在玩的过程中呢 去知道一点不同的事情 然后再补充一点 像受难者的巷子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很模糊 但它有可能是不同的人 比如说家庭主妇 比如说是在那个宿舍里面唱歌 然后被抓了大学生 那也有可能是那个以前的特务 国民党的特务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游戏角色 也可以让它体验 那最后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相关经验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网页游戏 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征求 这是我们的参考范例 希望能够做的那个样子 那最后我们希望能征求 网页互动工程师 然后界面设计的朋友 那能一起 或者跟我们一起来 及时广义的朋友一起来 那我们都很欢迎 那也欢迎说大家 待会我们的位置在那边 我们有在桌游 也欢迎大家 如果不知道要做什么的 没问题 我们要一起来体验 大概20分钟左右的一个游戏体验 那也许我们可以一起 极致广义想出一些想法 那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